阿姆雷 阿姆雷呢 其实中场的左中右三路 他可能更喜欢是左边路跟靠近中路 现在呢 他是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竞争的组织者 但是今天的比赛呢 球从他脚下走过去 完成了那种进攻的次数不多 是随球 非常好的预判 把球呢又断了一下 右侧还有 再打先后 看看船中质量 扣过来 土兰 再推 土耳其就应该打这样一种进攻的方式 利用对面配合 就是伊尔瓦斯将球打进了 沃尔卡伊尔瓦斯将比分是搬成了一比一平 这让前来观战的土耳其球铭呢 是欢声雷动 扣过来以后 在禁区里边扫过来 门前推射 这下进攻是一起合成的 当然这下呢 14号图兰的扣 阿尔达图兰的扣 把对方的队员给缓过以后呢 再推传 跟进以后的伊尔瓦斯 就是前踏一步以后推射 将比分是改显 那双方是回到了同利起跑线 一比一 土耳其的今天比赛中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下笔传中球 就完成进球了22分钟的比赛 比分被扳平了 解释比例时 本期欧减赛一拳上手 丢的第十